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度都狂瀉 而不满意度飙高 然后更可怕的事情是在台北市 柯文哲加上民进党的支持度 竟然只赢国民党提出来的丁手中5% 这样子的民调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社会气氛 告诉我们台湾人现在心里对民进党 对柯文哲我们变心了吗 而执政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赖清德他去祭拜追思八田羽衣 日本的对台湾的工程师 文化部出公文说 大陆授权在台湾出版的书都要给我事先审查 然后最近一个新的台湾剧叫做《至子之心》 看完那个预告片让人瞠目结舌 里面俊男美女都是日本人 里面每一个台湾人都忠心斥爱日本 称呼大陆叫做敌人 把没有的事情全部都可以讲到有 这完全是一出拍给日本人看的一出日本剧 竟然会在台湾制作播出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朱高正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之前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最新旺旺忠实的委托爱普罗的民调 看到丁守中42.7的支持度 如果是柯文哲跟丁守中对决 柯文哲只有36.5 不支持跟无反应的差不多两成 一般的投票率能够达到八成就已经很多了 好 那如果是三国鼎立呢 柯文哲32 赖清德13.2 看起来赖清德很低 当然这是如果说是民进党 他征召赖清德来 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也没征召赖清德 也没表态 所以会讲赖清德当然比较低 加起来是45 而丁守中也有40 这样子两方加起来 才比丁守中多5%而已 这是非常震撼性的一个新的发展 然后我们来看联合报的民调 这是针对蔡英文总统他的施政满意度 满意的只有29% 赖清德的满意度41% 不满意蔡英文的56 不满意赖清德的40 可以看到赖清德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 然后蔡英文总统施政不满意度继续攀升 看看云嘉南 这也是民进党强的 满意只有33 不满意的过一半52 最绿最绿的高雄 屏东 澎湖 满意的38 不满意的也有44 那其他的北极 桃竹苗 中张头 花东 这些满意度都低于三成 不满意度都超过54 好 苹果日报的民调 一般来认为苹果日报是比较年轻的 他的施政满意只有34 不满意更高只有62% 竟然这么高 而赖清德的满意36 不满意57% 国民党自家的民调呢 满意蔡英文总统20 不满意69 满意赖清德的30 不满意的50.7 好 看到这样的民调 我相信民进党跟执政者 他们每天都会在做民调 他们看到的民调 恐怕会比这个更触目惊心 所以马上就要520了 执政满两周年 赖清德他现在要救人民所苦 人民最苦的是低薪 为什么低薪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大陆客不再来了 全台湾的饭店旅馆爆量抛售 从2017年9月到2018年 今年的4月 代售的数量从88个饭店 一直增长到104 而且未来还有一些饭店 如果盖好的话 更会加入抛售潮 而年底如果陆客进来台湾 更少那怎么办 所以要救低薪 他赶快赖清德说 政府的派遣工加薪到三万块 但是我不要调基本工资 为什么 资势体大 我赶快先把派遣工加到三万块 你看我有诚意吧 然后还提出低薪五大政策 工部门主动加薪 薪资列入政府的采购 颁发奖项 然后解决少子化 祖父母如果帮忙照顾两岁以下 幼儿一个月可以领两千五 怎么样好不好 油价也还涨补贴 怎么样 这个可以吗 韦翰 行政院在这两天所推出的 抢救低薪的一个方案 其实是抢救赖清德 他抢救赖清德 在民进党里面的这个最后希望 因为即使赖清德的民调掉下来了 他还是比蔡英文高 那他比蔡英文高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就必须要选择 是大家抱在一起死 还是放弃蔡英文 留下赖清德这个选项 所以赖清德跟蔡英文 两个人在民进党的 美下欲旷的情况之下 今年年底的选举一旦崩盘 蔡英文马上就会被逼供 党主席会逼逼下台 然后二零一零 还能不能选 我相信有一个人叫姑宽敏 他一定会出来告诉大家 你不要再选 让这个请点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但你要怪谁呢 蔡英文你想想 两年之前 你要当我们总统的时候 你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两岸你是告诉大家 会维持现况的 所以刚刚蔡英文讲的 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告诉大家 那个数字有多少 可是你想看看 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 原本叫书街 好多的书局 这几年已经全部改成商旅 我的以前的公司就在附近 好多的商旅 至少手算一算超过十家 对 然后这些商旅就是吸引的 所有的背包客跟路客 然后你把整个大楼给改了 装潢了 重建了 要有饭店的人员 要有换洗这些毛巾跟床单人员 然后呢 要有观光产业 有人去花了五百万八百万 买了游览车的人员 有开了商店 要卖这些土产的人员 还有开了餐厅 要让大家来吃喝的人 全部都因为 刚刚之前所讲的 两岸的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你全部在这两年 残淡经营 甚至都欠钱 所以这些人 他的愤怒不是 你把薪水派遣工 调到三万以上 就可以解除了 他会彻底对这个政府失望 所以会影响到 马上要来的 九回一大选的选举 一个台大的校长 依法选出来了 然后现在从一月五号 一直到今天五月十三号 教育部仍然悍然不让他去 这个事情不是管周敏的事 不是台大的事 而是台湾有没有彻底法治的事情 因为台大跟管周敏 没有犯任何事 五月十二日 当台大召开临时校务会议 以压倒性的多数 他们开会表决通过 七十七票赞成 三十票反对 三票空白 要求什么 要求教育部 尽速发聘书给管周敏 必要的时候会寻求救济 要求你教育部 你就是依法把聘书给管周敏 这是何等的悲哀 何等的卑微 在开这个临时校务会之前 台大的代理校长讲了一句 毕然会流名轻史的话 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写下历史 那后世的人来评价 批判我们 五月十三日 民进党的吕秀莲前副总统 跟张善政 在国民党执政下的前行政院长 发表共同声明 李秀莲说 鉴请教育部依据大学法第九条规定 聘任管周敏 担任台大校长 希望救法论法 张善政也说 支持台大的决议 回归法治解决 多么悲哀啊 二十一制纪的台湾 所有的人呼吁这个执政的人 请你依法吧 施诚哥 这么说吧 再讲法 台大的这样聘任校长案子 教育部从头到尾 没有权力去管 就这么简单 他只能 他只能让他 就是我 你过来以后 我让你存餐 就这么简单就过了 可是呢 他就一定要从头到尾管到底 最近的发展是 包括阿扁的教育部长叫黄荣春 包括诗人度也是挺绿的 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 都说你要依法处理 然后大家推来推去 到底谁是幕后长进人 然后我们这个蔡总统在今天这个广播里面说 我也不知道谁是幕后长进人 请谁跟我讲一下 在那边 然后包括教育部跟行政员 在那边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对于台湾的教育局非常的惨 这个之前我讲一个故事 陈天放是这个中华民国到台湾来第一任教育部长 他曾经留住德过 这是德国的大使 我相信我们这边有这个刘德的这个朱老师 他说希特勒在德国追杀共产党 铲除异己 有人说你怎么不进柏林大选 他说柏林大选有康德 戈德费希德 他是德国三则人 这样的一个精神堡垒 最好不要惊动他 连希特勒都不敢去动柏林大选 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高层 真的有够厉害 台大这么一个有历史价值传承 跟这种所谓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丢脸 台大终于保留最低的底线跟骨气 立刻驳回教育部 但教育部立刻重申 你台大还是要给我重新领选 重新搞一个领选委员会 重新给我领选校长 我就是不认 你这个程序就有瑕疵 然后今天蔡英文总统呢 他要求要求总统做政治解决是不好的 这句话是蔡英文总统在广播里面讲 他说有人试图要把他政治化 这是法律问题 根本不是政治问题 我不要政治化 听听看他怎么讲 教育部他是依法律在处理 他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倒是 有些人试图把他政治化 那如果按照这个管教授这样的说法的话 他不是要求总统做政治介入吗 反而是不好 要让回归到法律程序处理 那教育部依法没有任何资格可以驳回管中文 你对他有任何质疑 请你到法院去告台大 你不能够不发聘书 但是教育部什么都敢做 如果五月十二日国民党立委柯志恩 他竟然发现教育部所有关于管中敏案件的公文 发出来的公文 全部都用密件处理 他除了一月二十六日下给台大的五道金牌以密件以外 其他都一样都是密件 有的是十年 有的是一年 你看这一件事 本件保密到一百零八年五月七日 然后这一个一月二十六日的公文 是保密到一百一十七年 也就是二零二八年 天哪 董哥 管中敏这个案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民进党怎么卡 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连公文都变成密件 不让我们发现所有的密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就是一个无耻不要脸的总统 这句话绝对不要给我删掉 你今天看到 不能剪掉 绝对不剪 我讲因为太可恶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很早看到这种人 就是睁眼睛说瞎话 今天谁把它搞成政治化 从头到尾就民进党 他每天讲两岸应该维持现状 视他破坏现状 他每天清算国民党 他说我们朝委要合作 大家要团结 他每天故意跟年轻人讲 你们应该要自己做主 又叫他们去当兵 然后弄不到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管中敏这个案子 他其实是最可恶 最可恥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他在搞 我们内政外交国防 这种所谓的国家机密 这种累很久 比较 大家比较接受 教育部有什么机密 可以累个十年 无非不希望你看到 教育部有何机密可言 管中敏的事情有什么机密 蔡英文的任期剩六年 他还要卡十年 卡到下一届的总统 没有六年 他剩两年 他剩两年 他即使连任剩六年 他还要卡住下一任总统 吴茂坤的任期都不知道有几千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因为他怕你看到 心虚 那所有的会议卡一连 为什么 因为里面很多人的发言 他不能让人家知道 会被公布 很丢脸 那一定是这些委员要求说 我们在会中的发言 不准让外界知道 不能让人家知道我这么无耻 是 那你今天看到的就是一群无耻的人 在做无耻的勾当 对 当有个人 尤其是他们里面的人 叫李秀莲出来讲 他们就开始骂李秀莲 冤疑他 要戴老花眼镜 讲东讲西 你说的是段一康说 李秀莲老太太因为眼睛花 化错重点 建议他去重配老花眼镜的经费 他来赞助 这个人叫做段一康 建议段一康先把气困球吞了 才有花眼镜嘛 赞成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今天整个台湾的无耻就是 我明明在做一些见不能的事 大家都拆穿你没有穿衣服 或者你自己在掐脖子 然后硬说别人掐你 但是他可以大言不才说 我就是被掐 明明影片不是这样 那蔡英文今天就是 你明明用政治 在解决管中病这个事情 故意不让人家上 你就可以说 那些人都是在用管中 在用政治的方式 就是睁眼睛收下话 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 台大的这个校御会议 他非常正确地做出了 那我就是这个名单 我就是这个人选 我再送给教育部 所以这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你没有权利驳回这个名单 或者是要求黎学院会怎么做 黎学院会已经做出决定 就是这个人 你只能够聘任他 之后的问题 你可以去到台大 但是你不能不聘任